Hi 大家好我是楊祈生 欢迎来到Power Automate 青中学 因为今天讲的是Power Automate 今天刚好是录影片的第100集 你有没有收到像这种mail 然后有表格在里面 那我们今天讲就是 如果你信件如果收到表格的话 我们怎么把它写到Excel 那我有点偷懒啦 因为原来如果存Auto没做 其实是有点复杂 那我今天让你结合一下AI 就去GPT 可以让它更简单喔 那我们来直接试一下喔 好我就直接将这封信转给我好了 OK 那我们就直接寄送 传送 好的那我现在有收到一个 好的那我现在有收到一个 好那就像这样子 好那我们 Auto没就会开始执行咯 我们去看一下 好它正在执行8秒前 其实我做这个也失败蛮多次了 因为我在测试一些有趣的东西 好它执行好我们进去看一下 OK它花了一些执行喔 好那它执行完之后会产生一个Excel 我们来看一下那Excel 好我们在这个 那就这个几秒钟前 这个Excel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 好 你有发现它就把相关的资料 全部写到这个Excel档里面喔 那原来要做这个其实超麻烦的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考 国外有人做这个教学的影片 那我就用我的方式跟大家讲 好那我们 我直接用这个来解析 诶要这个解析吗 我直接做一个新的好了 来我们就建立一个 那就用自动化云端流程喔 好那我们下面搜寻Outlook 好我们选这个电子邮件送达15 好等一下我忘记 好我们把它展开喔 那 既件呢你可以选自己啦 我选自己好了 现在是 好 那这个主旨筛选呢 我有一件主旨筛选一下 嗯 我用汇率表格好了 汇率表格 OK 好了之后呢 那我们要开始做了 我们要透过编辑 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执行一次喔 不是执行喔 编辑我们要做什么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本文的内容 我们储存一次 好 我先把我原来的另一个流程先停用 因为我不想要让它一起执行 嗯 这个我把它停用 关闭 好那我们先来发一封mail 来给大家看 就是一样透过这个去转寄好了 转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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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好 理论上 它寄完了 诶 它寄到 只能寄到之后 这就会开始执行 等它一下喔 好 那就13秒前执行成功了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要稍微解释一下 好 你会发现这本文是html的格式 所以我们得 其实正常来讲 上面还会有一些文字 那我们要表格 所以我们要拆解只有表格的内容喔 好 那要怎么做咧 我们直接来做 嗯 编辑 然后我们按新步骤 那我们就 用编辑 好 那要用什么动作咧 OK 在运算式里面 我们输入这个substream 好 这样 OK 那我们 切到动态内容里面的这个 这个 本文 好 然后这些逗号 那我们用index of 那一样就是 这index of 里面 要再切到本文 好 好 好 然后我们要搜寻这个 这个 table 好 应该这样可以 好 来 好 我们直接测试一下好了 嗯 今天那么多没怪怪 它自动函数不会自己跳出来 好 不过也不影响啦 好 那它其实就会从table开始找 你有发现 好 所以我们再 编辑一下 我们要只要 table的内容就好了 OK 那我们直接 复制这个 把它贴上 那现在叫 编辑3 好 我们把这编辑3展开 那稍微修改一下 这个 这边的地方我不要 我要换一下 那 换成动态内容的输出编辑2 然后 逗号后面打个0 再 index of 这也要稍微改一下 这边 那一样用动态内容的 这个 输出2 好 好 那这个table的地方 也要小改一下 好 那我就切它一个 这个 斜线table 好像这样 那我这个要抠起来 更新一下 好 我最后面再贴上这个 按 搜索 那我们就测试一下 那我们就测试一下 那它这样 其实它就可以抓到完整的 表格内容了 好 接着 这样有表格内容 我们要用一个选项 html 这个有一个 html转文字 这一个 好 我们就把内容 这个输出3 这个p 这个都有表 我只要 这个输出3 就好了 好 储存 好 这边好了 我们就新步骤了 那我这边用一个 这个 自定的 之前我有 做这个 chat gpt 这个api 如果有兴趣的 可以去看相关的影片 好 那我去选这个 teaching 这个 然后里面有一个 chat gpt 这个 好 那这个content 我要打什么 我直接贴上 这是我复制过 我其实要这样的格式 有没有 那 我下面编辑一下 以下表格内容所有 必别状 换成上面的 追上的格式 那这本文我拿掉 因为我要扣的是 这一个 好按 儲存 OK 那我再新步骤 那 其实 我们来看一下 稍微结果 会长什么样子 好 好 OK 那你这边 其实 里面就会有一个 叫 这个 看一下 是哪一个呢 应该是 这个 content 应该没错 好 我们来 这样直接执行 测试一下 看会怎么样 好 我们儲存加测试 让它跑一下 这要等一下 好 它花了一分钟 止行 那我们就 没关系 因为去的GP要解析 让你看一下 里面的内容 OK 你看哦 它就把这些 资讯 解析成 追上的格式 其实这样 就可以做很多事了 就是 基本上 我其实后续就是 把这边的资料 解析 解析出来 我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 已经 录了大概 九分钟了 我就 不想要多讲 你就用这个 资料做一下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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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下 有这个 解析 这一桑 你把这个资料解析出来之后 你剩下 基本上 你就可以用 像这样用选的 那 我这边 有做了一个 这个 汇率 空的 Excel 那上面有这些栏位 好 那我会把它 格式化为表格 格式化为表格 那剩下你其实 就去取得 那个档案之后 你再新增一个 新增一个Excel档 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写录啦 哇 其实之前蛮多影片都有交到了 所以其实去参考之前的影片即可 好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哦 谢谢大家 拜拜